历史今天,每天为您精神一则重要的刺激足迹 2015年,刺激大学后中医学系在花莲镜丝经社举办了首届售袍典礼 有40多位学生在师长的见证下念出了誓词 他们即将要到医疗院所展开临床实习 如何达成白袍誓言,考验才正要开始 要先带您一起回顾这段历史 2015年5月17号,慈大后中医首寿袍 宣誓 宣誓 万大一致命,必要安身病治 经过三年中西学科教育 今日举行寿袍即宣誓典礼 由圣人亲自授予听诊器,与真酒包 勤勉准大一王们成为病患生命中的贵人 十首我们的中医师的誓词里面所说的 先发大词测饮之心,普救寒凌之苦 慈济大学2012年开办学师后中医学系 这是东部第一所设有中医科系的院校 我们慈大成立中医系,其实是习惯说 我们的千年理解,我们西医中医是很有副骨的 从11年前招收至今已有261人毕业投入相关领域 慈济大学是台湾第三所设有学士后中医学系的大学 课程相较于七年制的中医系 学士后中医是集中在五年内要完成 其中大四和大虎需要到中西医部门来实习 学士后中医不受限科系 大学毕业就能够报考 竞争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 慈大后中医第一届的招生有45个人 却吸引了1600多人来报考 他的录取率不到4% 录取上的考生专业背景多元 而且拥有各领域的专业 这对于中医日后的临床与研究工作 都有很大的助业 另外一个大学再来念 他的心性他的志向比较明确 他已经想好我就是要做一个好医师 那个行医祭祀 第二个就是我们透过多学科 他大学的时候 比如说他念物理治疗学系 他念护理系 他如果念物理治疗学系 跟中医的上科一结合 就可以带动中医上科的一个相关的发展 而要培养新一代的华佗传人 自大后中医学系 在课程的教学上 就开创了教学新力 2014年与花莲慈悸医院的中医部合作 举行了针灸临肠测验 让学生们能够兼具理论还有实物经验 我们是希望说他们在针灸方面 能够取得非常实用 非常有一个自信的临床治疗手法 这也是开了所有医学院里面中医教学的一个新的一个 这个记录 因为他们通常大概没有在这么低的年纪的时候 就吸引这种比较好像针灸的临床失误的考试 画面上穿白袍的这一位吕炳勋 他是磁大后中医学系第一届的校友 原先是清华大学的化学博士 毕业之后他就到生计公司服务 天天待在实验室里头 研发对治癌症 SARS和禽流感等等的药物 这样的状态让他觉得自己离病人越来越远了 于是他报考了磁大后中医学系 选择要投入第一线的医疗现场 你看到的就只是数据 然后跟细胞的数据 老鼠的数据 然后一些临床数据 你没有办法真的看到 病人因为这个疼痛 或因为这种癌症的所苦 就会想说念中医或是念医学 然后可以结合一些以前的化学的 药物化学专业知识 然后可以第一线发现疾病 想办法解决 不管是从治疗的层面 或是未来的开发跟研究 其实都会很有帮助 根据统计有四到八成的洗肾病友 他们饱受搔痒症所苦 也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品质了 甚至他们的皮肤无一处完好 吕炳薰他在担任住院医师的期间 就特别到肾脏科门诊学习 因为他了解患者的病苦 于是他开始阅读上百篇国内外的文献 找出了三种中药材 可以缓解尿毒搔痒症 并且将这份研究发表在国际的知名医学期刊 甚至还应用在临床上 他调制出了中药药膏以及药语 明医易得 两医难寻 在病痛当中 让人感到安慰的 莫过于是医护人员亲切的态度 以及救病救苦的心怀 上人说要培养有爱心 肯牺牲奉献的良医 就是要从教育做起 大医王不只是大医王 还如传师 不只是能拯救众生 还会运在众生 度生死合 人生能到了生命安全的地方 这都是众生最期待的 期待磁器能交出 如刚刚我说的大医王以大传师 这样的人间的大丈夫 能挑起天下极苦众生的 这样的使命 我还要再感恩 感恩我们的教授们 我们的老师 大家用心用爱 陪众生 而且情郎而付出 期待着每个孩子都能顶天立地 做一位真正的堂堂的大医王 慈大后中医学系 创立12年 国考连年交出了亮眼成绩单 拿到执照之后 将所学应用在临床上 也成为专业与人文艰巨的白衣大使 服务病人的伤痛与心灵 以上就是为您精选的历史今天单元 2015年慈济大学后中医学系 第一届的兽跑典礼